你能相信吗? 我们会追根溯源 找出金字塔需求理论的由来 我们也会分享一个 更符合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翻船模型 为什么马斯洛需求理论 更符合翻船模型呢? 为什么说马斯洛口中的人的 最高追求是无我呢? 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 这期我们分享的书是 自我超越 作者斯科特·巴里·考夫曼 一说到人的需求层次论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那个金字塔模型 但是 尽管大家都管它叫 马斯洛需求理论 但它并不符合马斯洛的原意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需求金字塔模型 是怎么来的 需求金字塔的由来 这要追溯到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 当时 组织行为学刚刚兴起 这门学科是用来帮助公司管理者 更好地理解员工的心理和需求 从而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生产力 当时 有一个交组织行为学的顾问 发现需求层次论这个概念不错 但这个理论很抽象 于是 他就把马斯洛复杂的理论体系 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金字塔模型 这种学术理论和概念 在传播的时候被简化的现象 其实很普遍 比如 大家都听说过情商这个词 其实在学术界 跟它最贴近的概念是 社会化与情绪学习 这个概念连名字都这么复杂 所以一直就传播不出去 直到有一个科普作家 用了情商这个词 来简化和替代性地介绍了这个概念 他才传播开来 最后风靡全世界 同样的 需求层次论也是相似的情况 管理学里面 本来就特别流行金字塔原理 所以它就被写到了 管理学的教材里面 一直被沿用到现在 但问题是 金字塔模型并不是一个 能表达人的需求层次论的最佳模型 后来的心理学的学者 在深度研究马斯洛的理论之后提出 金字塔模型并不符合 马斯洛所推崇的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 以人为中心 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 这个群体的学者之一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 自我超越的作者考夫曼 考夫曼是积极心理学领域 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人物 曾经被评为改变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 50位突破性的科学家之一 同时他还是马斯洛的一位忠实追随者 他细致地研究了马斯洛在晚年留下的手稿 提炼了马斯洛本人的需求层次论 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翻船模型来展示需求层次论 让它更符合马斯洛的心理学 这个模型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人生的意义 如何过上向往的生活有更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需求层次论这个全新的模型是什么样的 不同于金字塔模型 这个模型是一艘帆船的样子 它寓意着每个人其实都是一艘帆船 在自己的人生这片海洋上航行 航行途中我们可能遇到其他船只 跟他们互动 或者跟他们结伴航行 但归根结底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帆船的掌舵人 把人生比喻成航行 这非常符合人本主义的观点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 另外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卡尔·罗杰斯的观点 跟马斯洛非常相似 罗杰斯有这么一句话 美好生活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种状态 是一个方向 而不是一个归宿 这里所说的美好生活 既不像童话里说的公主和王子 从此以后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也不像苏东坡对儿子发愿的那样 无灾无难到公亲 人本主义者所讲的美好生活 是要通过接纳和拥抱人生的不确定性 拥抱未知才能够获得的 他把生活看成一场冒险 他不是给胆怯者准备的 他需要这个掌舵人毫无保留地 投身到人生这场航行当中去 体验在生活的洪流当中 乘风破浪的这种流动的过程 风浪会经历 也会过去 阳光会经历 但也不是一直都阳光灿烂 重要的不是一直阳光明媚 风平浪静 而是一个人有没有在向着美好的方向航行 当我们理解了人生如航行的这个隐喻之后 接下来就要聚焦到帆船上面了 船身是安全保障 帆船代表的是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 也就是需求层次论的每一个载体 我们可以把这艘帆船拆成两部分 分别是船身和船帆 船身是安全保障 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存在的基础 那船身究竟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呢 这里就要关联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了 考夫曼提出船身是由三种需求构成的 分别是安全需求 情感连结需求 自尊需求 安全需求 先来说安全需求 它对应的是原先金字塔的第二层 不同之处是它把原先金字塔模型里的生理需求也囊括进来了 新的帆船模型当中没有单独提到生理需要 这是因为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 人的心理和生理是相互影响 密不可分的 它们最终追求的是一种安全稳定的环境 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稳定感 就是帆船模型这个船身的第一层基础 当然 生理安全和心理安全也有不同的地方 生理上的需求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很容易判定 但心理上的安全需求就不一样了 比如 有的人在金钱方面没有安全感 虽然有一定的积蓄 但还是觉得钱不够 这可能是一种过度补偿的心理 比如说 一个人小时候家里穷 被别人嘲笑 被人看不起 他长大之后就可能对挣钱有了一种过度补偿的心理 就像强迫症一样 觉得只有挣很多钱才能够补偿童年缺失的安全感 觉察和判断自己是否有这种情况是第一步 之后才能够慢慢摆脱前意识的驱动和左右 当第一层的安全需求已经被充分满足 甚至过度满足了之后 我们才会有意识地接着追求下一个需求 情感连结需求 安全需求再往上一层 就到了传身的第二个部分 它就是情感连结的需求 它其实对应的就是金字塔模型里面的第三层 归属于爱的需求 这部分需求其实已经被很多心理学实验证明了 举一个心理学家 哈利哈洛做的恒河猴的母爱剥夺实验 哈洛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从母猴身边抱走 给他做了两个假的妈妈 一个是铁丝做的 上面绑了个奶瓶 另一个是绒布做的 上面没有奶瓶 但是比较温暖 更接近母亲的怀抱的感觉 结果发现 小猴子除了喝奶的时候 会去找那只铁丝妈妈之外 其他时间都会跟绒布妈妈待在一起 哈洛的实验对马斯洛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马斯洛的博士论文课题 就是跟着哈洛做的 哈洛是他的博士生导师 通过这个实验 马斯洛提出 情感需求不能简单地被划归到安全需求里 为什么铁丝母猴会遭到小猴的冷落呢 这说明 在最基本的安全需要被满足之后 他接下来还需要被满足的 就是这种情感依赖的需要 横河猴的实验结果 对于同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来说 是非常有启发的 不仅孩子需要与父母进行亲密互动 对于成年人来说 也需要适当的情感连结和社会交往 当然 这种社交必须是有益的 所谓有益 它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 这段关系有没有让你收获心灵的滋养 它应该是能给你的情绪充电的 而不是耗电的 这样才是有益的 第二 这段关系是不是对等的 比方说 对方需要你的时候 你可以随叫随到 但是当你需要对方的时候 对方会不会为你腾出时间 自尊需求 讲完了情感连结需求 我们再往上一层 就到了自尊需求 它对应的是金字塔里面的第四层 尊重需求 自尊需求 为什么会被马斯洛认为是人的三个基本需求之一呢 所谓的基本需求 指的是我们会由于缺乏或者说匮乏 而自发产生那种想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 人最原始的驱动力来自对权力的渴望 所以 追求优越 克服自卑感是人生的主导动机 马斯洛很认同阿德勒的观点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 马斯洛观察了猴子的行为 马斯洛发现 猴子的很多社会行为 其实都是建立在权力的驱动上的 比如说 一个猴子想当猴王 更多的时候 他享受的是那种由权力带来的支配感 这种支配感帮他构筑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并且这些感觉并不需要通过性行为 或者攻击行为就能够获得 所以 马斯洛后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猴子的支配感的研究 不久之后 他就把支配感这个术语替换成了自尊这个词 自尊包含着自信和高度的自我评价 马斯洛认为 它是除了最基本的安全需求和情感需求之外 存在于我们需求层次当中的第三层需要 讲到这儿 我们就把需求层次论的翻船模型当中传身的三个部分都讲完了 传身这三个部分 我们整体管它叫做安全保障 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基本需求 听到这里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上面的三个需求就是我的人生目标和需求 这其实也完全没有关系 这就像有人就想安守一条小船 在岸边浅滩和近海好好地生活 享受相对风平浪静和可预期的人生 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还不够 或者自己的船身这三个方面本来就很牢固 那它就很可能还有更高的需求和人生愿望 这就涉及了能真正带我们去远航的船帆的部分了 船帆这部分 考夫曼把它叫做成长 它也有三个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船上装的三个风帆 它们具体指的是 对探索的需求 对爱的需求 还有对目标的需求 这三种需求之所以被叫做风帆 因为它们就跟帆船上的帆一样 会决定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海洋上江去往何处 在原本的金字塔模型里 尊重需求再往上一层 不应该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吗 为什么在这个帆船模型里没有看到自我实现呢 其实 我们这一整个船帆里面包含的探索爱和目标需求 三者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自我实现 因为 在马斯洛刚提出自我实现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比较笼统 模糊的概念 后来 马斯洛又做了大量的研究来阐述到底什么是自我实现 作者考夫曼在汇总了马斯洛晚年的研究成果之后 结合自己的理解 把自我实现拆解成了探索爱和目标这三个层次的需求 探索需求 我们先来看一下探索需求 这层需求之所以在船帆当中是最底层 是因为不管上面的爱的需求还是目标需求 它们都是要在探索需求被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够被触打的 什么是探索需求呢 考夫曼说探索需求就是人类对于追寻并且理解那些新奇的 富有挑战而又不确定的信息和体验的渴望 对育儿有一些知识和经验的家长 也许会在小孩子身上看到这种探索的天性 那些看上去调皮捣蛋让人费解的事情 都是因为小孩子正在探索这个世界的规律 尤其是当他觉得身处一个安全的环境 觉得父母的支持是很可靠的时候 他船身上的那些需求被满足了 这时候就会更加全神贯注地去探索周围的世界 不过,虽然我们在孩童时期探索欲很强 但一旦成年之后 开始承担生活的压力和各种责任之后 我们的探索欲往往会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开始变得焦虑、不幸福 各种心理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其实,按照需求层次论来看 解决焦虑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激发探索欲 马斯洛指出 应对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我们最深切的恐惧变得熟悉 可预知、可处理、可控制 换句话说 探索行为让我们的经验更丰富 认知更高阶 让人生的很多不确定性都变得更加能被理解、能被接纳 也更有预见性 这些都能够增强我们的抗压能力 从而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那对于成年人来说 如何激发探索欲呢? 书中给出了五条建议 我们把它提炼成两类方法介绍给大家 第一类方法是进行社交探索 这种社交跟我们前面在传身那部分说的基于情感连结的社交完全不一样 它的重点是在于探索 就是说 我们要培养对于别人的好奇心 我有兴趣去了解另外一个人 有兴趣去了解很多不同的人 举例来说 如果情感连结是你和家人、朋友、爱人聊聊天 那社交探索就是你出门旅行时 和出租车司机聊聊天 和旅店老板聊聊天 和同路的旅伴、当地的老乡聊聊天 前者是帮你建立和满足情感上的需求 而对于后者 这种社交当中的探索和好奇 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很多信息和经验 拓宽我们的认知和视野 带来的是现实的或者是心灵的成长 古人说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 探索的第二类方法是去冒险 这里所说的冒险 并不是只冒巨大的风险 或者找危险刺激的事情去做 冒险指的是一种经验开放的心态 就是在生活当中保持开放 常怀着一种想要试试看 想要做点什么不同的事 看看会发生什么的这样一种单纯的好奇心 举例来说 外出吃饭的时候 去试试不同的餐厅尝尝新菜 通勤路上 偶尔想要换换路线 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你选择读什么书或者看什么电影的时候 是总在自己喜欢的大类里边选择 还是乐意去试试新的不同的类型 这就是经验封闭性和经验开放性的区别 当然 还有比点菜出行更大胆一些的尝试 比方说尝试去写作 去做一个感兴趣的副业 去参加某个比赛 去陌生的地方深度旅行等等 不论是社交探索还是冒险寻求 它们都是基于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开放性这个特点的 经验开放性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里非常重要 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 马斯洛就说 自我实现的顶点是创造性 而创造性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就是经验开放性 爱的需求 讲完了探索需求 接下来我们来讲传番的第二层 爱的需求 在前面传身的第二层不就已经讲过了情感连接需求吗 他跟这里提到的爱是一回事吗 传身第二层所讲的情感需求 指的是对别人爱我的需求 这是一种由于匮乏而引发的爱 心理学家把这种因匮乏而需要的爱叫做地爱 地代表的就是需求的意思 但是传番的第二层所说的爱 它指的是为另一个存在而爱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为了填补自身的匮乏 而是一种去爱别人 给予爱的能力 这就有点类似那句特别酷的话 我爱你 与你无关 这种爱是一种对别人的爱 这种爱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愉悦 是一种回报 同样 这种爱也不仅仅是对人的 对于事物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比方说 真正喜欢音乐的孩子 他不是被谁逼迫着去练琴的 也不是非得要成为名家 他就是喜欢去做这件事情 并不求在玩音乐这件事上 非要得到什么现实的回报 目标需求 在爱的需求之上 就是船帆的顶层目标需求 这其实很好理解 它指的就是原本需求金字塔模型里 那个自我实现所代表的主要含义 但不同的是 帆船模型其实帮我们更加明确了 我们所谓的自我实现的目标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应该是我们在第一层经验开放性的基础上 做了充分的探索 然后在第二层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最后我们在第三层把它转化为一个自我实现的目标 因为很多时候 仅仅通过对一个目标的表面描述 我们是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究竟是属于自我实现 还是基于什么别的原因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想挣钱买个大房子 买一辆豪车 挣钱其实只是获得这些东西的手段 那就不能算作自我实现的目标了 可能更像是在满足安全需求 书里有一句话非常一针见血地教我们如何判断一个目标 到底是不是自我实现的目标 它的大意是 问问自己 当自己致力于这些活动时 是会让自己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体验到喜悦和自由 还是因为外在的压力或内心的焦虑感在操控自己 逼迫自己进行这些与目的相关的活动 讲到这里 我们就把帆船模型的六个层次都讲完了 听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两个疑问 我们明白了有这六个层次 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帆船模型呢 那金字塔模型又有何不可呢 第二个疑问 探索 爱 目标 这些听上去好像都很美好 但是它们也会有风险 比方说 我们在进行社交探索时 遇到一个不靠谱的朋友怎么办 我们去做冒险探索 搞副业 结果投入了很多精力 但一事无成怎么办 接下来 我们就用帆船模型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这也是这个模型必须是帆船的原因 为什么是帆船模型 首先 它标出了匮乏欲与存在欲的区别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 渴望被爱和主动去爱的区别吗 前者是基于匮乏而需要他人对自己的爱 后者是自己对他人不求回报的爱 这两个概念其实可以拓展到船身和船帆本身 船身这个部分 包括安全需求 情感连结需求 自尊需求 马斯洛把它们都叫做匮乏性需求 这些需求产生的原因是当我们缺少它们的时候 就会觉得不安全 觉得缺乏基础的保障 会本能地想要去填补它 这些是人的基本需求 就像船身是一艘船的基本结构 是长时间远航所依赖的基本保障 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 就会像船身不牢固 会不停地漏水一样 是很难向远方航行的 但我们前面说的船帆这部分 包括探索需求 爱的需求 目标需求 马斯洛把它们叫做成长性需求 或者是存在性需求 如果一个人平时只关注 如何满足匮乏性需求的话 马斯洛把这种生活方式叫做活在匮乏欲 但如果一个人更多地愿意去思考 如何满足存在性需求的话 这种生活方式被叫做活在存在欲 马斯洛给予活在存在欲的人更高地肯定 马斯洛和考夫曼都认为 当人早年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匮乏性需求 被满足了之后 他最好就不要再不断地继续修建自己的船身了 那样的话 他真的有可能就把船牢牢地固定在了地面上 最后他哪儿也去不了 就像有的人说的 买了大房子 结果也成了房子的奴隶 有些企业家奋斗的早期可能是为了补偿过去在金钱和安全方面的匮乏感 但是当前挣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就应该走向存在领域重新思考他的使命和责任 也就是他用剩余的人生去做什么这件事 人基本满足了船身的三部分需求之后 就可以去思考什么样的选择能带给我更大的整合 让我变得更完整 而不要总是思考我如何才能保护好自己 如何让自己感到更安全并且更有保障 这是马斯洛和考夫曼都推荐的人生指南 其次 他指出了活在存在欲是幸福感的来源 为什么马斯洛极力推荐人活在存在欲呢 他的观点和经验是 匮乏性需求只要适当的 基本的被满足就行了 过度的满足匮乏性需求 并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幸福 反而它可能会让一个人变得更空虚和迷茫 心理学家曾经追踪过一些 中了彩票大奖的幸运儿 在中奖之后的生活 他们当中很多人本来一直活在匮乏域 匮乏性需求都还没得到满足 中奖之后 其中很多人就开始疯狂地满足自己的匮乏性需求 比方说 通过买豪宅 买豪车来满足自己的安全需求 跟不同的异性约会 谈恋爱 花很多钱给他们买各种奢侈品 结果把所有的钱都挥霍一空 最终一朝回到解放前 甚至日子过得还不如从前 那么生活在存在域就一定能保证幸福吗 答案是不一定 在匮乏域里边 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确定的 它们实现的路径非常明确且清晰 但相反 传番所代表的存在域 它里面的东西是不确定的 我们究竟该探索什么 爱什么 以什么为目标 用什么定义自己的人生价值呢 这些都是非常因人而异的 这就回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生活在存在域 去扬帆远航肯定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并且这条路上会有危险和陷阱 但也会有你从来没见过的风景 但重要的是 通过探索存在域 你会得到在匮乏域里永远都得不到的奖赏 那就是真爱和你的人生目标及使命 只有这些能够帮助你通往自我实现 这也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感和充实的幸福感的来源 关于幸福感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幸福并不是一个结果 一个终点 并不是公主和王子历尽千难万险之后 最终生活在一起了 就永远幸福下去了 幸福是一个过程 是一种态度 试过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本身 生活在存在域也能让你发现 人生其实是有非常多元的选择的 我们可以去探索世界 可以去体验真正的爱 可以去热爱一项事业 去找到自己的使命 而不仅仅是在匮乏域里边死磕我们的船身 所以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这句话可不仅是文艺青年的情怀 从人本主义心理学来看 它更是一个人从匮乏域进入存在域 去满足更高级的个人需求的一种觉醒 怎样才是活在存在域 可能有书友会问 我确实也尝试过 去满足探索需求 但我觉得 好像很多事情我都有兴趣尝试 但我不知道他们哪个能帮我达成自我实现 对此 马斯洛给出了一个评估的方式 他认为一个处在自我实现当中的人 是能够频繁地产生一种叫做高峰体验的感受的 什么叫高峰体验呢 指的就是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自己好像是感受到了来自这份事业的召唤 它就像是自己被赋予的使命一样 自己之所以出生就是来做这件事的 这是一种对自己存在意义的强烈的感知 比方说 我们去爬山看日出 当我们终于爬到山顶 看到太阳从云层后边跳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开始兴奋地欢呼 这个时候内心感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就好像强烈地感受到 我是这个宇宙的一份子 这也是一种高峰体验 当我们存在欲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会频繁地产生这种高峰体验 它可能让我们在内心抑制不住地想要欢呼 可能让我们喜极而泣 也可能让我们默默地感受圆满 这些高峰体验是我们人生幸福感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人的最高境界 自我超越 讲到这里 我们就把需求层次论当中最关键的部分讲完了 但这还没完 作者考夫曼在整理马斯洛的手稿的时候发现 自我实现并不是马斯洛认为的人生意义的最高表现形式 在自我实现之上还有更高的一层境界 这就是自我超越 什么是自我超越呢 考夫曼说 马斯洛所说的自我超越并不是超越自我 而是一种无我的状态 在自我超越的境界里 帆船本身已经不存在了 自我超越者已经不再考虑自己的匮乏性需求 或者存在性需求了 他的境界已经提升到为了更多人的福祉而去做某件事情 自己的需求早就被置之度外了 它是一种自我实现得到充分满足之后的更高追求 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人生最高追求的层次 听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超越的概念 你可能会觉得 能做到自我超越的人 那不就是自我牺牲吗 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呢 这会不会有点不切实际 其实 马斯洛最出名的研究就是所谓的玩人研究 他就是想去收集和归纳那些最优秀的人类样本 他们都拥有怎样的性格品质和心理状态 这里所说的最优秀的人类指的是那些满足了匮乏欲 并且已经生活在存在欲的人 他们能够很好的做到自我实现 经常会有高峰体验 还有成为自我超越者的前置 比方说 马斯洛认为 《举与刀》的作者 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 还有格士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维特海默 都是接近玩人的存在 他们也是马斯洛生活当中很亲密的朋友 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马斯洛的判断是基于很多真实的信息和体验的 相比之下 马斯洛认为 他的导师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恒河猴实验的发起人哈利哈洛 就不算是个玩人 因为马斯洛觉得 导师对用于实验的这些猴子非常粗暴 一点没有爱心 马斯洛做完人研究和自我超越研究的意义和初衷又是什么呢 这其实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很大关系 马斯洛出生于1908年 逝世于1970年 他人生的时光经历了一战 二战和冷战 但这样一个一辈子都受到战争阴云笼罩的心理学家 他内心依然坚信 人类的心中本身是有神圣光辉的一面的 只是需要适当的方式把它激发出来 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这种方式 马斯洛想把人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普及给每个人 教导大家要去做到自我实现 所以 研究并且普及人本主义心理学 对于马斯洛来说 就是他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被赋予的使命 这就是他自我实现的目标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想人生 到这里 我们就介绍完了这本经典著作了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以自我实现 自我超越为目标 但你完全可以参考这本指南 在你所选择的层级上更自在 更一致的生活 马斯洛研究的玩人虽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但马斯洛也说 能够部分地达到自我实现或者自我超越 也就是在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时间都活在存在欲的人并不少见 他们在人群当中大约占百分之一的比例 我们也希望各位书友能够不被匮乏欲束缚 从而进入存在欲生活 体验持久的幸福感 如果我们不必总是依靠物质 金钱 依靠别人的爱和看见 尊重和认可来过活 那我们将是真正自由的人 总之 能够带着热爱去自由的生活 这本身就是对这些勇敢的航行者最高的奖赏 感谢观看 如果你觉得这期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